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会要礼拜大悲叉观音法会 因为就是纪念观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 9月19再过两天就是了 但是我忽然想到说 其实我就是想着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把一个很重要的节庆就给录掉了 这个节庆就是平常是大家很忌讳讲的 但是在这一天就大家也跟着凑热闹 也都一起过节了 这是夕阳的鬼节叫做万圣节 Halloween 那要是以往没有疫情的话 在这一天可能我们因为各个道场 要不就有中文学校 要不同军团 要不三好儿童班 善同学员 这小朋友的活动 这老师们就要带着小朋友做化妆的什么的 这样 就是比如说下垫的时候 就是法会过后 我都还记得 我这袈裟都还没抽下来 就会围绕一群小鬼都要来药堂了 那这是一个变成是在 不止不限于西方国家 可能亚洲各地 也都有当一个节庆 生活一年365天 其实有这些文化节庆也是蛮可爱的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真的把它忘了 那今天我想这个Halloween 这个鬼节还是要来谈谈鬼 我说一般大家谈鬼设变 但就这一天谈鬼设不变 我想到其实我前几年出了一本叫 说故事的旅程 第二本叫来一壶无我茶 那么在这一本第二本里头 我写了谈鬼设不变 这个是源自于 我描述一下那个场景 我到华府协会去 就我们佛观会 那边有读书会 我去讲演 讲完就搭火车 我从这个Washington DC 然后搭火车 就马里兰州 然后就回到我们纽约州 在这个叫Penn Station 叫宾州车站 那么我下车 因为真的忙着讲演 跟他们开会 鼓励他们可以成立一个 有个佛光源什么的 那么一下火车 真的没有任何 就像今天这样 我要讲之前才 对万圣街道 那时候我下火车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突然间 因为我是走出车站 然后在车站边 马路边 我在等着妙住法师 他说 他这个塞车了 他绕哪里回来接我 要我在那里不要走开 就是等他 所以我就在大马路边 然后就看到 各式各样的鬼魂 有骷髅的 有一些就像鬼新娘 然后他们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是凌晨大概两点左右 我是讲晚上的 讲完搭火车回来 所以大概就我印象中 凌晨两点左右 出了车站 然后在那个半夜 一群孤魂 这个好像游魂 这样 当时 这是 我在做梦 当然他们有的很可爱 因为是他们其实是参加化妆游行 玩之后就到一些巴尔 一些小酒馆 喝了一点酒 然后有点熏熏的 走路晃晃晃 加上有的是还踩得高高的 晃啊晃 还真是有点 那么一点气氛 那时候才突然想起来 其中有一个 半成 总是有一个鬼 还走过来 托起我的手 还亲吻了一下 我就讲 Bless you 就祝福你 就是要这样子 那总是 就是那么一段 我讲 我念一小段就好 我们这个时间 很宝贵 我就请我们视听主 把这个原文 就挂在我们那个说明 那一栏里头 各位可以去看 因为我后面 还是 这个是当时在 纽约的世界日报 世界周刊写的专栏 那大概字数都在1200字 所以我想念起来太长了 我只念两段 说到马里兰州讲演完 搭夜班火车 从华盛顿特区 回到纽约 已是凌晨两点 出了宾州车站 您能否想象 在万圣节前夕 半夜站在曼哈顿街边等车的景象 真有阴阳交错 鬼影床床之感呢 万圣节 这个由欧洲传入美国的西洋鬼节 早已由原本的宗教墓地转变为民间庆典 大部分的人对于节日的起源不是很关心 导师对过节时要如何挖空心思来装神弄鬼感到兴趣 而平时谈鬼设变的人在这一天也乐得水洗热闹一番了 谈到鬼 很多人害怕 其实鬼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人 而且鬼也不一定是披头善法吓人的模样 鬼也不一定只在鬼的地方 人间也有人宗之鬼 有的还很可爱呢 比如淘气鬼 开心鬼 顽皮鬼 当然也包含做太太的叫先生死鬼 叫小孩小鬼 但有些不良嗜好的像贪爱悲中物的酒鬼 喜好吞云吐物的烟鬼 沉迷方城之战的毒鬼 眷恋美色的色鬼 或莽莽撞撞的冒失鬼等等 就不是那么可爱咯 另外还有一些外表看不出来 却被一些人养在心里的疑心鬼 胆小鬼 贪心鬼 懒惰鬼 以及缺德鬼等等 这些养在心里的鬼 才是真正麻烦的制造者呢 我就练这两段了 后面讲到疑心鬼也好 或者是说向游信生等等 后面有一些典故 就各位在看这个连结 其实今天我想就举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西来寺传授三坛大戒的时候 当时我去当营里 有一位戒指 因为师父是德戒和尚 跟每一堂的戒指都会接心谈话 其中有一堂的其中一位新界 当然是新出家的弟子 那么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从小都很怕他爸爸 那种恐惧 只要听到声音 恐惧就由心就升起 他以为出了家应该就不会了 但是没想到没有改变 他问师父 我都已经出家了 该怎么办 他说他好怕 那师父 因为我本来想说 以后有机会要 可能要有点时间 要做心理智商 这么长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 我不晓得花多久时间去谈 但当时其实接心人那么多 就一堂也都好几十个戒指 那么就受戒的人 那么师父当时他回答 他第一段先回答 说生病 病不怕 怕痛 穷不怕 怕债 然后冷不怕 怕风 鬼不怕 怕人 师父就是 一开始 我就觉得很 很引起这个好奇 因为这个学生在问怕 心中害怕 那师父回答他 怕有几种怕 比如说我们这么 都这么冷的天气了 那今天其实我特别 选了一张 这个也是最新出炉的 绝签法师提供的 波斯顿的雪景 波斯顿 在这个 就是哈佛大学 马神 这个所在的地区 我们一个道场 叫三佛中心 就是 这个 他说 在从纽约回 波斯顿路上 看到的 这个第一场雪景 拍下来 所以在讲到说 这个冷 冷 不怕 其实我们经历过的人 确实 你再怎么冷 我这件外套 围巾帽子 这样捂住了 就 其实 OK 但是呢 风 冷不怕 怕风 那个风啊 钻进去 吹的你 这是很辛苦的 冷不怕 怕风 病 不怕 就有点 哪里不舒服 怕痛啊 真的 英雄也怕病来磨 其实是怕那个痛 那 然后 说到这个 一个人穷 我穷得很有志气 我穷 我不缺 但是 如果你负债 你欠钱 欠债 这个就比较怕 刚刚讲到 最后一句 就是讲 师父其实就是要 切入他的话题 说 其实 鬼也不可怕 就像刚刚讲 各种鬼嘛 鬼不可怕 人比鬼还可怕 人的那个内心 我们不知道 对方如何 但是师父就告诉他 说 就是说 因为他是怕 自己的长辈 可能小时候 可能有一些 这个父亲的这种 比较暴力 或者是责骂 这些 可能有这些 所以他说 一听到声音 想到也害怕 师父就说 其实 这些施暴的人 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是真正可怜的人 不是可怕 是可怜 真的可恶之人 有他可怜之处 所以 当时师父就说 这种恐惧 你去想他的可怜处 就是你会同情他 可怜他 因为你出家了 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会慢慢成长 当你的慈悲 智慧在成长的时候 你会看出 他的无奈 他的可怜 然后 慈悲 那种怜悯心 就会 等于说 替代了 那个恐惧心 反而同情他 那么 会有一种谅解 今天呢 是借着这个 因为要万圣节 我觉得我还是 就算没有给小朋友们过一个 他们以前会 磕南瓜比赛 化妆 来讨堂 叫Trick or Treat 那这些 没得给他们过节 那 而我们很应景 我们在金色 那个门前那边 摆了几颗南瓜 还有一个稻草人这样 那应应景 那么总是呢 希望借 借题发挥 接着这个节日 谈一谈 这个节日 比较有机会谈到 平常时谈鬼 大家就是心里有挂碍 但是今天 来说一说 当然他的这个由来 大家还可以去Google 看一看 就是他还是有 他的一个由来的 这个缘由 从这个 就是古西欧一带 爱尔兰 哪里 这样传进来的这些 节日 文化是需要尊重 文化是需要传承的 在这一天谈谈这些话题了 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中文化是需要传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